还有不足一个月,三藩市的最低工资将会由每个小时$9.92,增加到$10.24 对务经济没什么工作,老板压力大了,对伙计就好了 Roberts帮家人打理贸易生意,他不反对增加最低工资 做生意来说,大家都happy是最重要,不可以只是自己乘得多 由初年开始,三藩市的最低工资,每一个小时会多30元 如果一日工作8个小时来计算,一日的人工就会多$2.56 这间越南餐馆的东主表示,每个小时的工资增加大约$3,小数怕长计,影响不可以低估 这间收纳店的东主就说,员工有最低工资保障,老板受没有最低生意额的保障,令生意更加难做 所谓上有政策,下有对策,老公标准执行储方面经常处理一些个案 是员工的实际上班时间,多于打卡的时间,令员工得到的确实时针低于最低工资 他们鼓励员工自行做记录,记低上班的时间 有时候某些雇主还会否认员工曾经帮他们工作 執行储建议员工保留证据,例如保留同事的电话号码 从事饮食业的就可以保留餐牌等 如果员工原本应该是做8个小时的话呢,只是做了3个小时呢,老板也要给他4个小时的电话号码 如果员工原本应该是做8个小时的话呢,只是做了3个小时呢,老板也要给他4个小时的电话号码 每年三藩市的最低工资是根据消费物价指数而调整 假如雇主不守法,雇员可以向劳工标准执行储投诉 电话号码是415-554-6270 二世谷台记者在梁云山报道